好 治权就是这些小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刘志权 刘志权他的重要性比治权要高 因为他是考主观题的 但是同时他内容不多 所以他没有抵押权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给了两星级的重要程度 刘志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一直在说他了 在这儿我们是正式的去面对他 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刘志权 所谓刘志权指的是债务人不履行倒计债务 作为债权人就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 或者第三人的动产 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收场 所以你看有约定吗 没有约定 就是法律规定了 只要他不履行 而你又合法占有了他或者是第三人的动产 那你就可以去就这个财产去优先收场 所以我们说刘志权 它是一个法定的 法定的担保物权 好 那么你要想行使刘志权 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 必须是债务人不履行到期的债务 如果债务人履行债务了 你凭什么刘志权东西 对吧 人家把仓储物交付到你这来保管 人家把仓储费都交了 你不让人拉东西能行吗 第二一个就是这个债它得到期 如果债务没到期呢 那你要去行使刘志权 显然是不行的 对吧 第三一个 就是你的刘志物必须得是合法占有的 如果你是非法侵占的不行 第四一个 无论是对债务人的或者第三个动产 我们都是可以刘志的 但是仅仅限于动产 不动产是不能刘志的 就是在这个概念当中 大家得把这些内容都理解透彻才可以 那么这些就是接下来我们要逐向的 要求大家掌握的刘志权的成立问题 首先第一个 大家必须得明确 刘志权的课题 限于动产 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 是不能 刘志的 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 是不能 刘志的 你不能说你负责人家家的装修 结果呢 他没支付你装修费 你就占着他们家房子不走了 这个不行 不动产是不能刘志的 第二一个 说刘志物 必须得是合法 占有的 如果是非法侵占的财产 是没有刘志权的 比如说 这玩意儿 有多少人押金没退回来呢 肯定有 因为两千多万人的押金都没退回来 是吧 当年爆雷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发现 哎呀 爆雷了 我的押军退不回来了 然后冲到大街上 扛起一辆小黄车回家 说我要留置 可以吗 不可以 那是抢夺来的 那就是非法侵占 非法侵占的财产 是没有留置权的 好 接下来 第三个 说债权已借清长期限 如果说债权人的债权 未借清长期限 但是他交付或者返还 所占有标的物的义物 已经到了旅行期限的 这种情况下 你就必须要交付 是不能行使留置权的 但是呢 我们说有例外情况 如果说债权人 能够证明债务人 没有支付能力的 是除外的 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电商网购是非常发达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我们个人叫快递 我们应该是叫人家给我们发货 同时呢 我们就得给人家付快递费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或者说到付 到那边之后 人家在交货之前 我们要给人付快递费 对吧 但是你想想电商 电商一天得多少个单子 如果他每一笔单子 都是限款限节的 那得多麻烦啊 所以电商 他们跟快递公司之间 通常都是月节 就是我这一个月 我统计我一共发了多少单 我有记录 然后最后咱们统一转款 结账就行了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你能不能因为 我这笔快递费没给你 我让你发的货 你就不给我送了 你就扣下了 这个不行 这就叫做债务人的债权 未借清长期 但是呢 其交付或者返还 所占有标的物的义务 已借旅行期了 那我们是不能行使流失权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 这个电商已经关门大吉了 是吧 他的财产都已经转移了 人都已经辞退了 是吧 后续他没有支付能力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货 给他扣掉 就这么个意思啊 好 接着往下来 第三个问题提及的就是 对第三人动产的流制 注意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债权人因为同一法律关系 流制合法占有的第三人动产 可以主张就该流制财产优先受偿 而第三人不得以该流制财产 并非债务人的财产为由 请求返还 这一条请大家做主问题准备 对于第三人动产的流制 是近年来的新增内容 考试还没考呢 而本身流制之后 作为第三人 他就可以站出来 说这东西是我的 不是他的 你不能扣 问你能不能扣 你就答这一条就行了 流制第三人的动产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必须是同一法律关系的流制 如果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流制 这个是不行的 什么意思 怎么就叫流制第三人的动产 怎么又叫同一法律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 老高呢 把自己的汽车借给了老赵来开 结果老赵在开车的时候呢 不好好开 是吧 撞电线杆子 把这车撞坏了 然后送到老猴的修理厂去维修 发生了修理费两千 老赵呢 不支付修理费 老猴就可以对这辆车行驶留制权 可不可以行驶 当然可以行驶 你看这里边 这辆车是谁的财产 这辆车是老高的财产 它不是老赵的财产 对吧 这叫 但是这个欠款是谁的欠款 是老赵欠的修理费 对吧 这就叫对第三人动产的流制 它满不满足同意法律关系的要求 什么叫同意法律关系 同意法律关系就看流制的这个动产和债权 我流制的汽车对应的债权是修理费 对吧 所以站在我修理厂老猴的角落来讲 我不管这辆车是谁的 我修了这辆车了 现在没有付修理费 这辆车谁也不能动 你给我开不动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管你是老赵的车还是老高的车 爱是谁的是谁的 对吧 所以我们说流制第三人的动产 必须处于同意法律关系 如果不是同意法律关系 你凭什么流制人家的东西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赵跟老猴借款50万 老赵是债务人 老猴是债权人 到期一直没有偿还 然后老高把自己的汽车借给了老赵 老赵把这个汽车撞坏了 送到老猴的修理厂维修 发生了修理费2000 老赵他支付了修理费 就这2000块钱他付了 但是他来取车的时候 老猴说了 你还欠我50万没还呢 所以对不起 这车我不让你开走 同学们 流制的动产和债权 是同意法律关系吗 流制的动产 这辆汽车和债权 是债权是什么 是这个借款 他们是同意法律关系吗 不是 不是的情况下 那老高就站出来了 老高说了老赵欠你50万 你凭什么扣我老高的车呀 你有什么道理扣人家的车呀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记得 凡是对第三人动产的流制 我们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是同意法律关系才可以 那一定注意 无论是企业间的流制 还是非企业间的流制 企业间的流制呢 我们叫商事流制 非企业间的流制呢 我们叫民事流制 都是一个要求 只要是第三人的动产 就必须处于同意法律关系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一个内容 既然我们前面所说了 流制第三人的动产 要求必须属于同意法律关系 那么有没有可能去突破 同意法律关系的限制呢 我们说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在这儿呢 我们就把各种情形下 是否能够流制 列了这么一张表 那么首先第一个类别的分类 是看是否企业间的流制 如果是非企业间流制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事流制 如果是同意法律关系 那么无论是债务人的财产 还是第三人的财产 我们都是可以流制的 那么如果是非同意法律关系 无论是债务人的财产 还是第三人的财产 都是不能流制的 也就意味着民事流制 必须是同意法律关系 好 那么如果是企业间的流制 也就是商事流制 同意法律关系下 无论是债务人的财产 还是第三人的财产 都是可以流制的 没问题 那么如果是非同意法律关系 注意一下 突破限制就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是非同意法律关系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分类 我们要看是否属于企业 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 如果是属于企业 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 我们将之称之为叫营业债权 如果是营业债权 又是债务人自己的财产 这个是可以流制的 这个是可以流制的 换句话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突破 同意法律关系的限制 但是如果是第三人的财产 这个是不能流制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只要是第三人的财产流制 就必须属于同意法律关系 如果不属于同意法律关系 就绝对不能流制 好 那么如果说商事流制 又不属于企业 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 也就是非营业债权 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债务人的财产 还是第三人财产 非同意法律关系下 都是不能流制的 那么什么叫营业债权 所谓的营业债权 指的就是你营业执照 载民的经营范围 其实就是你的主营业务 在我们的考题当中 界定是否营业债权 你就根据这个企业的性质 来判断就行了 如果说它是修理厂 修理费就是营业债权 其他就不是 加工厂的加工费 运输公司的运输费 仓储公司的仓储费 这就是它的营业债权 听懂了吗 没听懂 咱们举两个例子看 首先我们来看 民事留置当中的非同意法律关系 民事留置当中的非同意法律关系 说老赵向咕噜不转修理厂 借款一百万 老赵是债务人 咕噜不转修理厂是债权人 咕噜不转不就不用修了吗 对吧 现在老赵的汽车咕噜不转了 于是送到咕噜不转修理厂 进行维修 发生了维修费五千元 然后老赵向咕噜不转修理厂 支付了五千元的修理费 同学们 这辆汽车 老赵现在要开走 可是咕噜不转修理厂说了 你欠我一百万没还呢 不让你看 能留置吗 能不能留置 我们说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是民事留置 这是民事留置 有一方是资源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求必须处于同意法律关系 而汽车 它和修理费 是同意法律关系 汽车和修理费是同意法律关系 汽车跟借款 不是同意法律关系 我们在合同里边 并没有约定用这辆汽车抵押 你凭什么扣我车 对吧 车送你这修 修理费我给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拉走 所以不能留置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商事留置当中的 非同意法律关系 商事留置当中的 非同意法律关系 我们要求看是否是营业债权 OK 那咱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作为肇事萝卜公司 他们公司拉萝卜的货车 坏了 这个货车是一个豪车 傻马拉地 标志 大份叉子 车牌 气死110 车坏了 发生了维修费3000 送到古鲁不赚修理厂进行维修 但是这个费用他没付 好 这个赵氏萝卜公司 他们老板 开的一辆车 就这辆奔驰 也坏了 送到古鲁不赚修理厂维修 发生了维修费用5000元 因为老板晚上要用这辆车 他着急 所以呢 他就直接向古鲁不赚修理厂 支付了5000块钱 准备把这辆车开走 古鲁不赚修理厂说了 对不起 虽然说这5000块钱你付了 但是之前修你们公司 那个傻马拉地 那3000块钱 你还没付呢 所以对不起 这个不让拉走 他要留置 可以吗 我们说可以 首先 这俩都是公司 对吧 一个罗伯公司 一个修理厂 这是商事留置 那么商事留置 修理厂的修理费 是不是营业债权 是吧 对傻马拉地的修理费 和对奔驰的修理费 都是营业债权 好 既然都是营业债权 那你给我付这5000块钱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你已经付了 这个傻马拉地的3000块钱的维修费 但是你这个奔驰 应该付5000的维修费 可是你只付了2000块钱呢 都是营业债权 是不是可以这么样去思考的呀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允许你突破 同意法律关系的限制 允许你突破 同意法律关系的限制 奔驰车和这5000块钱的修理费 是同意法律关系 和这3000块钱的修理费 不是同意法律关系 但是可以突破限制 可以留置 但是换一种情况就不行了 赵氏萝卜公司 向古鲁不赚修理厂借款100万 赵氏萝卜公司是债务人 古鲁不赚修理厂是债权人 然后赵氏萝卜公司的汽车 送到古鲁不赚修理厂 维修 发生了维修费 是5000元 他支付了 在提取汽车的时候 古鲁不赚修理厂 说你这100万的借款还没付呢 所以对不起 这辆车不让开走 我要留置 可以吗 我们说不可以 虽然是伤势留置 但是这辆车和借款 不是同意法律关系 而借款 它不是营业债权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留置 你不能认定为 我支付的这5000块钱 是还借款 不能这么去认定 但是你可以认定 这5000块钱的修理费 支付的都是修理费 这其中3000块钱支付的是 那辆傻马拉底的修理费 这个是可以这么去认定的 对吧 所以这个留置是不允许的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一张表格里列示的 一共有10种情况 而我们的考试呢 最多就是从这10种情况当中 选择其中之一来出题考你 所以我们在这儿 干脆采用一个穷举法 帮大家把这10种情况 逐一列示一下 你跟着我一起来思考一下 这些情况下能否留置 如果你都想明白了 最后我们化繁为简 合尔为一 归纳成一种特殊情况 你记住了 那么整个留置的判定就解决了 因为留置呢 他除了考主官替以外 客官替考主要就是让你判定 能不能留置 那我们一起来思考这道题 他是这么说的 说假公司以公司 均为从事运输服务的公司 丙公司为修理厂 丁公司为食品加工厂 赵某高某为自然人 下列情形中当事人 是否可以行使留置权 有些人说看着好乱啊 你得逐渐适应 因为未来你面对的 案例分析题 差不多 这是起步 那我们来分析啊 首先第一个 是老赵将自家的汽车 送到丙公司维修 为支付修理费 同学们 民事留置还是商事留置 老赵自然人 民事留置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是自己的 还是第三人的 是自己的 是否同意法律关系 维修 维修费 汽车的维修费 同意法律关系 OK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可以留置 是吧 同意法律关系的民事留置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 是可以行使留置权的 好 接下来第二个 说老赵借用老高的汽车 发生事故后 送到丙公司维修 未支付修理费 还是民事留置吧 还是同意法律关系吧 只不过呢 这回呢 车是老高的 这个是对第三人财产的留置 其实我们前面是画过图的 对吧 民事留置当中 对第三人财产的留置 我们要求必须处于 同意法律关系 因为是同意法律关系 所以是可以留置 对吧 同意法律关系的民事留置 债权人对第三人的财产 也可以行使留置权 好 接下来 第三种情况 老赵向丙公司借款 十万元 未归还 老赵呢 将自己家的汽车 送至丙公司维修 以支付修理费 那作为修理厂 丙公司能不能扣押 这辆汽车 我们说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借款和汽车 不是同意法律关系 修理费 修理费和汽车 才是同意法律关系 对吧 所以我们说 非同意法律关系的民事留置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 是不能行使留置权的 好 第四种情况 老赵向丙公司借款 十万元 未归还 老赵呢 借用老高的汽车 发生事故后 送到丙公司维修 以支付修理费 那作为丙公司 能不能因为老赵欠了十万块钱 不还 就把老高的汽车留置 我们说不可以 对吧 对第三人的财产的留置 我们要求 必须处于同意法律关系 所以 非同意法律关系的民事留置 债权人对第三人的财产 也是不能行使留置权的 好 往下来 第五种情况 假公司将自家的汽车 送到丙公司维修 没有支付 修理费 假公司和丙公司 这回还是民事留置吗 不是了吧 这是商事留置 但商事留置 这是对自己财产的留置 又是同意法律关系 可不可以留置 当然是 可以留置的 对吧 同意法律关系的商事留置 债权人对债务人自己的财产 是可以行使留置权的 第六种情况 丙公司委托丁公司 加工一批食品礼盒 做员工福利 已经支付了加工费 那么丁公司委托 假公司运输 未支付 运输费 丙公司 委托丁公司 加工一批食品礼盒 做员工福利 已经支付了 加工费 而丁公司呢 委托假公司 去运输 该批食品礼盒 他没有支付运费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 假公司 他能不能 把这批食品礼盒扣下 这批食品礼盒 是丁公司的吗 不是 这批食品礼盒 是人家丙公司的 这叫什么 这叫对第三人财产的 留置 那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我们说当然是可以的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同意法律关系 对吗 你是让我运输这批礼盒的 你现在没有支付运输费 我管这批礼盒是谁的呢 我都可以扣下来 你给我支付的运输费 你才能拿走 对不对 所以对第三人动产的留置 同意法律关系 是关键 好 接着往下来 第七种情况 丙公司委托丁公司 加工一批中秋月病礼盒 作为员工福利 支付了加工费 但是上次委托加工的端午粽子礼盒 加工费没付 那他要求 提取中秋月病礼盒的时候 作为丁公司 能不能以粽子礼盒 加工费为付来留置呢 能不能 能不能 我们说可以 为什么 首先丙公司 丁公司 这是伤势留置 其次 月病礼盒也好 端午粽子礼盒也好 都是丙公司的财产 债务人自己的财产 第三一个 是加工费 而丁公司 他就是个食品加工厂 食品加工厂的加工费 是什么东西 是他的 营业执照当中 载名的 营业债权 是他的持续经营中 发生的债权 所以 这是唯一的一个 这是唯一的一个 可以突破 同意法律关系限制 我们说 非同意法律关系的 商势留置 属于营业债权 债权人 对债务人 自己的财产 是可以 行使留置权的 仔细看看这个 他要满足什么条件 是不是得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必须是商势留置 不能是民事留置 第二一个 必须是营业债权 不能是非营业债权 第三一个 必须是债务人 自己的财产 不能是第三个财产 在三大条件 都满足的情况下 可以行使留置权 对吧 好 接下来 第八种情况 假公司委托 乙公司转运一批 丁公司的食品 已经支付了运输费用 但是上一次 假公司委托 乙公司转运 丙公司的 汽车零配件 没有支付运费 这个 这种情况下 还能行使留置权吗 我们说这个就不行了 为什么 对于非同意法律关系的 商势留置 债权人 对于第三人的财产 就不能留置了 对吧 你是转运的 人家丁公司的食品 那个是转运的 丙公司的零配件 那假公司没付你运费 你不能把人家 丁公司的商品给扣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一条 是关键 对于 非同意法律关系的情况下 债权人 对第三人的财产 是不能行使 留置权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第九种情况 假公司向丙公司 借款一百万未归还 假公司将自己的汽车 送到丙公司维修 支付了修理费 借款和修理费 和修理的汽车 修理的汽车和修理费 是同意法律关系 和借款不是同意法律关系 那关键在于借款 它又不是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 所以我们说 非同意法律关系的伤势流至 因为不属于营业债权 这个条件不满足 所以对不起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 就不能行使流至权 你再看最后一个 第十种情况是 假公司向乙公司借款一百万未归还 丁公司委托假公司运输一批食品 支付了运费 假公司委托乙公司转运该货物 也支付了运费 那么能不能因为假公司欠乙公司的 一百万元的货款未归还 乙公司就对这一批转运的货物 行使流至权呢 我们说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是非同意法律关系的伤势流至 那么他不满足的是 对第三人的财产 不能行使流至权 他只能对债务人自己财产行使 当然了 这个其实还不满足营业债权的规定 所以这十条就是十种不同的情况 那么在这十种情况 咱们都分析完毕之后 大家会发现 一般情况下 行使流至权 我们要求必须处于同意法律关系 只有在三大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可以突破同意法律关系的限制 除非企业间的流至 债务人自己的财产 而且属于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 所以好好看看我们的第七条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流至权的性质 流至权属于法定担保物权 不必有当事人之间的担保合同 正是因为他是属于法定担保物权 所以他的效力就优于议定担保物权 因此流至是老大其他靠边站 对吧 但是注意一下 当事人可以特约排除流至权 换句话说 我可以跟仓库约定 如果我有一天不能支付仓储费 你也不能扣留我的保管物 我们可以去约定排除这个权力 这是可以的 但是权力本身是法定的权力 好了 看题 这是2022年的单项选择题 说甲将电脑送至丙处进行维修 维修费500 甲去维修处领取电脑时 因手机发生问题 无法支付 丙虽将甲的电脑扣押 并告知甲 自扣押至日期90日内 若甲仍无法付款 将把电脑进行拍卖 问你丙行使的权力是什么权 这个就是一个判断 很简单 刘志全 行使刘志全之前 已经合法占有了刘志武 你送我这来维修 所以我在行使刘志全之前 这个电脑是我合法占有的 对吧 债务又已经是到期的 对吧 那有什么可说的 又是动产 条件都满足的 那就 选币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刘志全的效力和实现 首先呢 是刘志武的范围 刘志武如果是可分物 刘志财产的价值 应当相当于债务的金额 刘志财产如果是不可分物 要就刘志武的全部 去行使刘志全 这些讲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常识性规定了 不废话了 往下来 第二个就是资稀问题 刘志全人有权收取 刘志财产的资稀 所收取的资稀 应当首先冲底 收取资稀的费用 我们讲了 资稀的收取 跟着原物的战友走 是吧 原物现在在刘志全人手里呢 刘志全人就有权收取资稀 但是资稀的所有权 是跟着原物的所有权走 那所有权不是刘志全人的 所以他仅仅有权收取 收取之后 那并入这个刘志财产 担保债权的实现就行了 当然实现债权的时候 资稀部分要首先冲底 收取资稀的费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债务的履行期限 这个重点 重点啊 重点就是主观提考点 说刘志全人与债务人 应当约定刘志财产后的 债务履行期限 如果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 刘志全人应当给债务人 60日以上的 履行债务的期限 但是如果是鲜活一辅 不易保管的动产 是除外的 那考试考什么 就考这个 60天 你得答出来 考过主观提的 那我们前面 之前刚刚讲的那个 客观提 他给的是一个 90天的履行期限 对吧 是不是60日以上 是吧 大于等于60天的吧 所以他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注意 如果是鲜活一辅 不易保管的动产 是除外的 比如说 老赵 把一批螃蟹 委托给老猴 让老猴加工成龙虾 螃蟹加工成龙虾 老猴一看 这好加工 是吧 一个胖一个瘦 饿几吨就好了 结果呢 加工完毕之后呢 老赵不支付加工费 老猴说没关系啊 我先把这批龙虾 螃蟹龙虾 我就扣了啊 然后你别着急 慢慢还啊 给你60日以上的 这么着 给你90天的履行期限吧 仨月 用得了仨月吗 是吧 那可能 三天五天的 这螃蟹 龙虾都变虾将了都 是不是 鲜活一辅 不易保管的 那就出外了 好 接下来就是实现刘志权 说债务人 预期如果未履行的 刘志权人 可以与债务人协议 以刘志材产折价 也可以就拍卖变卖 刘志材产 所得价款优先收成 其实行权方式 就是这两种 一个是折价 一个是拍卖变卖 对吧 第二 作为债务人 可以请求刘志权人 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 行使刘志权 刘志权人不行使的 债务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拍卖变卖 刘志材产 求死 跟我们前面 讲这个志权那块 是一样的道理 这一块的求死 是为了我们的企业 能够有一线升级 对吧 好 第五个谈到的是 受偿顺序的问题 同一动产上 已经设立了抵押权或治权 该动产又被刘志权的 刘志权人 优先受偿 主观提考点 但是前面已经总结过了 刘志是老大 其他靠边站 好了 看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说2022年3月1号 周某以其所有的 一辆轿车设定抵押权 向吴某借款10万元 双方签订抵押合同 但是未办理抵押登记 3月23号 周某为了获得 李某20万元的借款 又将该轿车抵押给了李某 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 同时办理了抵押登记 4月10号 该轿车因为故障需要维修 周某将其送至王某处进行维修 周某一直未支付维修费 王某呢 虽将该轿车留置 上述债务均已到期 因周某无力偿还 该轿车被拍卖 吴某李某王某 均主张就该轿车的拍卖价款 优先收藏 问你下列 关于债权人 收藏顺序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有谁 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件事 这里边有两个抵押 一个留置 首先是吴某 首先是吴某 对吧 那周某向吴某借款 以轿车设立抵押 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 但是未办理抵押登记 动产抵押自合同定立时 设立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3月23号 周某为了获得李某的借款 又将该轿车抵押给了李某 双方签订抵押合同 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一个未办理抵押登记 一个办理了抵押登记 这是抵押权之间的比较 我们叫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 所以不看合同的先后顺序 比误权是拿误权来比 对吧 所以李大于五 你先把他们俩比出来 好 接着往下来 后边还用比吗 不用比了吗 到王某这儿还是 刘志 他不是让你判定 直接告诉你了 刘志 所以王某大于李某和吴某 同一动产 已经设定了抵押权或者治权 又被刘志的刘志权人优先受伤 对吧 所以王李吴按这个顺序来 我们来看选项 A说王某优先于李某受伤 只要说王某优先 肯定就是对的 B说李某优先于吴某受伤 对的 李某优先于吴某 是吧 王李吴 C说吴某优先于李某 胡说八道 B说李某优先于王某 胡说八道 选项AB就是正确答案 你会判定就OK了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号呢 误权法这一章给大家介绍完了 整个误权法 其实你看上去它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 你要想真正做到理解 不去死记硬背 能够看懂案例 能够找到考点 能够梳理主线 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 任重而道远 所以希望大家在课上 能够对这些内容进行初步的理解和消化 能够把我们课堂上讲的这些客观题 包括举的这些案例 能够看懂听懂 那么未来在面对主观题的时候 进行集中的突破 我相信大家终有一天能够征服吴权法 那你也就能够轻松的走上考场了 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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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